返场了返场了又有A车返场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拉风牛 这期呢跟大家聊聊关于永夜君主将要返场这件事啊 最官方爆料将会在4月23号至5月9号这个期间呢 返场永夜君主这辆A车 那这辆车的话说又算不上 说强呢不算超级强 因为早在春节期间这辆车呢就被红牛给压下去了 不管整体性能来说的话 目前可以排全部A车第7名左右的位置 抽的话肯定是不适合在乎性能的玩家了 适合一些颜值档案和之前就差点抽出来的小伙伴 因为性能的话 你想一下红牛排决者独行者四天饕贴 还有那个麦凯伦是目前五大主流A车嘛 所以呢抽性能方面的车 我们肯定是以上面这几辆A车为主 这辆车呢就不太适合了啊 那除了车之外呢 备受众多搭配玩家们关注的水龙银套装 也是即将迎来它的繁衩啊 这个套装的话 那个龙的特效还是挺不错的啊 那这套装呢之前也是发过抽奖视频啊 一般都是需要400块钱以上才会出啊 400块钱几乎相当于一辆四天饕贴的价格了啊 那么你们抽不抽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哦 谢谢大家收看 本期视频到这结束啦